中国足球超级乌龙,无脑回传踢进自家空门里皮副手不敢相信,北京时间8月9日晚,中国U23面对伊朗,在开场半小时狂进三球之后,伊朗队开始追分,半场最后阶段对手扳回一城,而在一边之后,中国后场犯下低级错误,居然在毫无压迫的情况下,打入不可思议的乌龙球。 比赛第五十四分钟,中国队后场控球,当足球来到高准一脚下后,身处近区右侧的他直接回传给门将,此时的陈薇由于站位上的问题,再加上没想到队友会回传,反应不及时,目送皮球直接滚进入网窝,面对这粒无法理解的乌龙球,中国U23主帅马达洛尼只能守服教练习护篮,一脸无奈,不断摇头, 回看这粒乌龙,很大程度在于中国U23球员,门的风险意识太弱,作为拖在防线最后面的人,除非特殊情况,尽量避免回传给门将,即便要后转,也需要抬眼观察门将位置。 很明显,这一次高准意识在毫无准备,毫无预案,毫无目的的情况下,直接不停球往门里传,虽然力量不大,但由于角度太调,而且门将站位太远,这一脚出去,就知道将酿成大错。 还好,这只是一场友谊赛,而且中国队毕竟上半场一度3比0领先,心态出现松懈也是在情理之中,希望到了亚运会正式比赛中,这样的低级事我不要再犯。